很多人跑到佛前拜佛的目的,都是想要获得佛菩萨的加持保佑,这种求福报的行为,虽然不是佛菩萨所提倡的,但凡夫毕竟没有达到菩萨的境界,所以还无法彻底摆脱尘世的诱惑,去寺庙求一求福报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你知道去寺庙求福报时,应该对菩萨说什么吗?这三句话一定要知道,默念这三句话,好运自然来。 一念鱼即波诀,一念至即波声,欢迎定月圆诀,种善因,得善果。 苏语说,口念观音心不善,喊破喉咙也枉然,拜菩萨时。 一定要相信因果,佛家常说,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,如果你不中善因,就算经常拜菩萨,也得不到善果。 去寺庙拜观音,念观音,更要学会自己做观音,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,我们去寺庙拜菩萨时, 一定要向菩萨学习,只有自己多种善因,才能收获善果。 菩萨帮助你,是菩萨自己在种善因,我们只有多去帮助更多的众生,自己才会收获更多的善果,人生的福报和好运,都是自己修出来的。 只要你能多种善因,好运就会不请自来。 佛法的核心是因果。 世间万世皆离不开因果,种善因,自然得善果。 我们在拜观音菩萨时,不必去求菩萨保佑自己,只要让佛菩萨看到你的孝心,自然就会种下善因,收获善果。 佛法认为,孝顺父母能够获得世间最大的福田,当你一心为父母着想时,你的一片孝心自然能够感动菩萨。 菩萨是否保佑你,并不取决于菩萨,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行为,取决于你对待父母的态度。 如果你能经常为父母祈福,获得好运的人,就会是你自己。 如果一个人不讲孝道,就算千里远烧香。 也是毫无意义,只要在家敬父母,又何必远烧香? 感恩一切众生。 去寺庙拜菩萨时,一定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拜菩萨,当你学会感恩佛菩萨,感恩父母,感恩师长,感恩一切众生时,就会得到菩萨的加持。 佛说七楚三观经上说,佛告比丘,二人世间难得,何等二人,一者,所不可为行恩,二者,受恩父报恩。 懂得感恩的人,是世间最有福气的人,观音菩萨如果帮助你,菩萨就会深于你,如果你不懂得感恩,愿望自然无法实现。 当你感恩菩萨时,并且懂得知恩图报时,好运就会来找你。 俗话说,滴水之恩,当永泉相报,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,永远都报答不完,我们去拜菩萨时,一定要懂得感恩父母,先报答父母的恩,再去感恩菩萨,感恩一切众生,菩萨才会加持你。 拜菩萨时,我们要有这种心态才行,不为自己求安乐,只为众生得离苦。 如果你在观音菩萨面前,只为了让菩萨帮助你自己,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去拜菩萨,这种愚痴的行为,只会让菩萨对你更加失望。 只有先学会付出,才有收获,只有先学会助人,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,学佛学的不是自私,而是无私。 道德经上说过这样一句话,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,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,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而生存,废以其无私业,故能成其私。 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,是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,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,是因为圣人都在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,一个人只有学会无私,才能成就自己。 地藏王菩萨之所以受人尊重,是因为地藏王菩萨有着未堵一切众生的大愿。 地狱不空,是不成佛,观音菩萨之所以受人喜欢,是因为观音菩萨早就可以成佛,而不愿意成佛,所以才以菩萨的身份来度化世人。 我们在拜菩萨时,一定要向菩萨学习,多为众生考虑,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自私狭隘的小格局,就能进入到无我的大境界。 得之无性,失之无命。 六祖谈经上说,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,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,无论是坐禅念经,还是烧香拜佛,都是为了修心,当你一心向善,一心向佛时,就算不求佛,佛菩萨也会保佑你。 我们去寺庙拜菩萨时,最好能在心中默念这句话,很多人拜菩萨,因为愿望没有实现,就去责怪菩萨不显灵,却不懂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愚痴的。 拜观音菩萨时,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得到是你的幸运,失去也是注定的结果,得到是菩萨的显灵,失去使我们自己努力不够,如果你能这样去想,福报自然就会来找你。 一切为心造。 俗话说,信则有,不信则无,为什么有些人去佛前拜佛,就能有所收获,而有些人却一无所获,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两种人对佛菩萨的相信程度不同。 如果你不信佛,或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拜佛,得到的结果,自然非你所愿,这就好像我们在做一件事时,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,自然也就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去多下功夫,事情自然很难做成。 而当我们深信一件事时,效果则完全不同,《华言经》上说,若人欲了知,三世一切佛,因观法界性,一切为心造,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,甚至强大到你无法用意识去想象,所以才有了那句,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拜佛实信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里说的信是要正信和相信佛,而不是盲目地去信从。 佛家总是强调,一画一世界,对于每个人而言,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都是不一样的,世界会随着心境变化而变化,就好像当你开心时,那周围一切都是鸟语花开,气氛柔和。 而如果当你难受时,那即便在美的风景里,也会认为是残花败柳,不足一提,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内心所认为的事情,因此信则有,不信则无。 如果你在拜菩萨的时候,你内心都在怀疑真实性了,那又何谈有所效果? 你信与不信所产生的效果都是不同的,所以我们在拜观音菩萨的时候才需要在心里默念要相信观音菩萨,感恩观音菩萨。 我们去拜观音菩萨时,往往想的都是能得到些什么,很少有人想着如何回报,说实话,这有点不懂得感恩,因为你只懂得索取不知道回报,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, 那你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别人,当你越懂得感恩,那你就越会感到幸运,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 当你学会了感恩,感恩观音菩萨。 感恩生活,感恩他们,慢慢的,心中常怀感恩之心,那自然,生活会回馈你更多,佛家讲究因果循环,你越想获得利益,那你就要学会谦卑与感恩,当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拜观音菩萨的时候,那你会想着如何拜谢菩萨,这相当于还情。 而我们都知道,有戒有还,在戒不难,虽然你并没有实际戒取菩萨什么东西,但这是一种心理作用,信仰的力量也源自如此。 我们去拜观音菩萨时,除了相信与感恩,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行动,前面两项对应着心灵作用。 而没有落实到行动方面上来,要想真正有所受益,那还必须付诸行动才行,当你听了菩萨的教会,还有实际用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去,才能实实在在的收获福报。 其实,拜观音菩萨与否,主要看个人,单凭一个祭拜,就能改变自己人生,那是不现实的,去祭拜更像一种心灵力量,去暗示自己要这样做。 如果你的日常行为还和以前一样没变,那你拜观音将毫无效果,因为你没有真正落实到你的行动上去,你不相信因果,不相信这个能改变你的生活,所以你的生活就会一潭死水。 因此我们要做到知心合一,除了相信,感恩还要付出行动。 慈悲为怀。 观音菩萨最大的特点,便是心怀无量慈悲,何谓慈悲,并不等同于同情心,慈悲是帮助痛苦的众生,从根源上拔出痛苦,获得心灵的解脱与清静。 佛门里常说一个词,叫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,简单理解就是,我们要慈心对待一切与我们有缘和无缘众生,希望一切众生都过得好。 对于那些正在忍受悲伤痛苦的众生,我们要升起大悲心,将其视为自己的苦难,多些关怀和悲悯。 向有心生,内心一片慈悲包容的人,多生菩萨像,这是一个人最好的相貌,这样的人佛缘更深厚,离佛更近,也更有福,内心慈悲,就会少些抱怨,称慧,多些柔软平和,心顺了,万事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因观法界行,一切为心造,万法为心,心越乱,择业障重,障碍生,福祸无门,为人自兆,人生的一切福祸,都是自己内心力量的感召,内心什么样,你的生命状态就会怎么样,人之所以烦恼痛苦,多因心中的欲望太多,想不通,看不开,求不得,放不下。 心中繁育执念太深,心中挂爱太多,故而感受到人生诸苦,要想得到救度,就需要觉悟的智慧,关照好自己的起心动念,心不妄动,不被外境所转,内心清静,自然诸事顺遂,佛说一切法,未度一切心,心静了,没有我职和分别,才能活得自在心安。 如心经里说的,心无挂爱,无挂爱故,无有恐怖,远离颠倒梦想,究竟涅槃,人的心念清静了,障碍就少了,人生的风水也会越来越吉祥。